推荐的将来,杂会也全部都要取消 我说这就对了 大家知道吗?我在德国练书啊 我们一个学期啊,我把它算一算啊 我那时候在那里练,直角啊 三十一马克,三十一马克是干嘛? 不是学会也不是杂会啊 三十一马克是学生会的会会 学生会的会会啊 全部免费,你能读多高就今天哪里读多高 但我在这要问大家 回到台湾,我一下下飞机 在金门计程车书记也这样跟我问 哪路呢?到台北计程车书记也同样这样跟我问 我都烦死了 为什么?说阿扁废同会怎么样 我说啊,讨论这种时代是天底下最没有询问的浪费时间嘛 你们说对不对啊 有什么话讨论的? 我们要讨论,先来看看 这合不合法? 马英九最近让我非常失望哦 我没有骂他两句不少 我心难安啊 我说马英九这个混蛋 我这次问大家 他说台独是选项 请问啊,国家安全法第二条明定 不得主张共产主义 不得主张分类国土 马英九现在是公然违反国家安全法第二条 所以第一点 第二点我再问大家 中华民国宪法 到现在 我们本人都还没改咯 原有的故有的疆域还在咯 你马英九可以讲这种话吗? 那请问啦 他说民众是台湾民众的选项之一 那我问你吧 台湾民众有人移民不到美国的 哎呀 讓台灣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週 你也可以說 讓台灣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週 也是台灣民眾的選項嗎 沒有水平的人 他想 那是他不知道 你作為一個最大在野黨的領袖 身上背負著大家那麼大的期待 你馬英九講這種話 不丟臉嗎 我知道啊 大家都很憂戴馬英九啊 我告訴大家 我只講兩件事情 讓大家拼拼你 3月19號 下午1點五十一 阿扁那兩顆子彈 大家還記得嗎 好 我告訴你 那一天 三點鐘 臨壽競選總部 他們臺南縣進行總部的主委 周清文先生打電話給我 周清文何許人啊 人家已經移民到澳大利亞六年了 是臺南縣的老議長 那因為臺南縣啊 有三派海派 比如像李亞喬就是海派 是吧 他國民黨歷任的 臺南縣的縣長都不同派系 你海派出來 三派不支持 三派出來 海派不支持 搞到最後連戰啊 只好把兩派都能接受的人 就是周老議長 從澳大利亞遣回來 好 周議長啊 下午三點鐘打電話給我 他說那兩顆子彈 是假的 噢 這樣子 然後他跟我講了一些事情 我聽了 我心已經量了一節了 為什麼 因為周清文主委啊 他可以直接跟連戰通電話的 那顯然 他已經講不夠連戰了 要我來跟連戰講 我那時候就跟我的秘書講 待會有人找我的話 都說找不到我 我就看他們自己怎麼開會 好 五點五分不到 我聽到消息說 取消今天晚上所有的造術活動 拜託 我幫連送啊 幫了一年多啊 從來沒有發過脾氣啊 我就聽到這些網路 幹 完了 完了 好 我在這要告訴大家 是誰主張要取消所有的造術活動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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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說 如果沒有全面取消所有的造術活動 他當場就要辭掉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我說幹 馬英九就是這種 你懂你們懂不懂 我還跟你們講更重要的 我現在要對我講的每一句話 都要負責 3月20號 開票那一天 開票那一天啊 你們知道嗎 開票那一天 到了大概六點多 新有人來找我 說要進去三樓開會 我說 因為國民黨 國民黨跟清兵黨最高層開會 我很不喜歡去 我不去 後來他們找到劉兆璇來找我 要我進去 我就知道是連戰要我進去 六點半 我想票也開得差不多了 我會進去 我只看到林宋兩個人坐在中間 其他的人我已經沒時間去注意 林宋就站起來問我說 朱委員 你有什麼意見 我早就想好了 我說我有三點建議 一 要請中選會 要請中選會暫緩公告選舉結果 二 針對319槍擊輸引 務必要查個水漏石出 三 馬上提起 當選無效與選舉無效之數 好 你在這問 就說 那律師咧 我說 我推薦 我們中華民國對選霸華 理論跟實務最優秀的 課正在貴黨智庫工作的黃國中大律師 大家知道黃國中何許人嗎 黃國中在台灣 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在我身邊有很多選舉官司 在我老家有一個官司 就是為了一票 就先演選舉在我家鄉 雲林縣第六選區 那我一個好朋友 其實兩個都是我朋友 我一個好朋友 他老爸以為我兒子應該可以順利連任現議員 他沒去投票 投票出來結果 少了一票 我另外一個朋友 就現在在當別港鎮政長 這叫徐中車 他多了一票 那我這個好朋友叫徐正銘 要連任 被什麼落選頭 結果就來找我 我就介紹黃國中啊 黃國中就替他來告 搞了快兩年 針對五個票箱重新驗票 結果換成許正銘 多了一票 那就變成那個徐中車 就喪失先演的資格 你知道吧 好 後來呢 徐中車當然也不該願 就也找律師再來告 告到已經先演都要投票了 為什麼要告 因為一告的話 就代表說 如果我是贏的 就是我下一次是連任 不是初選嗎 告到最後 都已經來不及了 大家就吃字協商 用抓揪的 結果一抓就啊 給許正銘抓到了 後來他就去選北港鎮政長 現在在當北港鎮政長 像這種案 包括黃信介和花蓮學那個案 也是黃國中去當律師的 我說這個是經驗最豐富的 我跟林蔡推薦 林蔡就說 人呢 我說只要你召喚十五分鐘內 人就到 然後呢 林蔡就看那個宋楚瑜看他怎麼樣 然後說這個好 他們兩個一講好 大家就講好啦 就嚇到八德路進行總部去宣布 就一二三按照我三點宣布啦 我還以為說他落了一點都沒有 都已經講完了 就回到三樓辦公室了 大家都很累了嘛 就坐在那裡 我很累在那裡休息 但是我耳朵聽到好像有人在那懶懶自語 原來是馬英九在旁邊懶懶自語 我前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大家知道原來是怎麼嗎 就是說當票開得差不多的時候 馬英九建議連戰 要接受敗選 要馬上打電話給陳孫敏恭賀 我說他媽的 國民黨如果給這種人 領導問屬無疑 大家清楚了沒有啊 麻煩還有更方便 馬英九站在我旁邊啊 馬英九都在我旁邊 就一直在那懶懶自語 他說我們不應該這樣 這樣我們會輸掉中間選民的支持我 我就耐心奇怪 他又在五分鐘又過了 我再受不了 我就說英九兄 我實施求是 你不要用中了另外一個人的計啦 我在講的話我不負責 我跟大家講話 你住主馬英九有你住主的立場 我不住主你怎麼辦 馬英九如果我表態清楚 我根本要住主他咧 好 我想用理性的來談一些問題 陳孫敏恭賀 我們聽完 等一下要忍住主 他已經講了這個人的影片表達 好不好 大家先聽完 好 看 我跟大家講 我講講 我講 大家知道嗎 我講完這 你對我 我讓你發言嘛 好不好 等一下喔 我就是有這麼講嗎 我記者 那個 作委員等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 開放 綜合 自由 所謂之間 有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表意見的時候 你們在這個時候 大家安靜好嗎 好不好 可以安靜的話 請補償一下 好嗎 現在安靜聽 馬英九啊 前前後後在那籃籃自語 所以我們不該做這個決定 你做這個決定的話 我們會上輸到中間選民的支持 我說不了了 我就跟他說 英九兄 這個啊 有關政治跟法律的關係啊 早在兩百年前 康德已經講透了 我幫你整理 總結為兩句話 大家聽清楚 我都總結為兩句話 第一句話 沒有 沒有實力揍後盾啊 沒有實力揍後盾 光有法律訴求啊 這個啊 這種訴求是鬆軟無力的 第二句話 你光有實力 卻提不出正當的法律訴求 那這種實力啊 跟單純的暴力啊 沒什麼兩樣 我一講到這裡啊 宋楚衣剛好就在對面 馬上站起來 說對 宋楚衣這一點是聰明的 他說 賺前面那一萬多人啊 就是我們的實力 好 我跟你講 馬英九被我這邊一講之後 整個晚上 就不敢再坑聲了 後來 我們說要到總統府去啊 就由他的代理人 代理人 就那時候民政局局長叫張正修是嗎 林正修 林正修就代表馬英九出來反對 馬英九就不敢再坑聲了 好 我在這要告訴大家 奇怪咧 第一個 319 你馬英九一定要給我們一個說法 如果那一天晚上 你不要取消所有的招數活動 我告訴大家 那一天我還上電視啊 我還說阿扁這個是包準是假的 因為他在1985年參加台南新縣長 在白河公辦政見法表會的時候 他就作假過一次啦 說什麼林家在他的這個茶杯裡面 下藥讓他拉肚子 是嗎 陳水平有前科的 那我就搞不懂了啊 不是你幾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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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要跟大家講吧 我在這要跟大家講吧 我跟大家講 我跟大家講 我是錯 我是錯 讓我真心講吧 好不好 我說 319 要是不要大家知道319我們敗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們停止所有的招數活動 我們跟阿扁配合啦 阿扁就躲起來啦 我告訴大家啦 大家想想看 李陳水平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咧 等於是這個大家庭的大家長 我現在問大家 如果說我們參加一個旅行團 到外地去發生錯誤 然後生死不平 我問你 我們做家長的人第一件事情最重要是什麼 當我們一清醒啦 脫困了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打電話 給我們的家人 最關心我們的人報平安啊 是的 我相信大家 陳水平那一天 從下午1點50分 到晚上11點喔 整整躲了9個小時喔 他那個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傷 他為什麼躲起來 大家想想看 那剛好林宋敬選總部聽了馬英九的話 取消所有的招數活動 是不是放空啊 在整個我們家鄉啊 中南部啊 阿北的車子都出來啊 拿著麥克歐不用錄音帶啊 說啊 連宋傳林中共啊 促殺阿北啊 講得多悲情你知道嗎 阿國民黨一千萬都沒有 高到很多人 投錢他就投給他啦 你知道嗎 我在這告訴大家 只差兩萬多票而已啊 沒關係啦 無外表也無所謂嘛 你那一天只要 不發生這個錯誤的話 不發生錯誤決策啊 就不會輸掉啦 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如果按照馬英九這樣的習性啊 他還想要顯現民進黨啊 還早啦 還早啦 所以我在這要告訴大家 剛才聽黃志賢在做那個報告 我在這就都寫著 就讓令法院都在幹啥啦 我寫著說 在野黨的黨團幹啥啦 我告訴大家 事實上 你令法委員 我可以告訴大家啦 都給補幾包啊 令法委員有種的沒幾個啊 很多都是啊 拿了財團的錢 不敢講真話 像我朱高正這樣 大概啊 鳳毛臨早你知道嗎 我打個體溫給你聽吧 王永慶有一支早上的 中文秘書 中文秘書是王永慶最親信的人啊 來跟我講 說 我們董事長來 說朱委員 你需要多少錢 只要你開口 我們董事長 一直給大家聽句話嘛 第一 我可以告訴你啊 馬英九憑什麼 要我們無條件支持他 馬英九只是不會做壞事而已啊 他都現在也沒做什麼好事呢 沒有 我告訴大家啊 去年 馬英九跟我講一句話 你們聽聽看合理不合理 我講的每一句話都負責 我就笑著跟他講說 英九兄 我說啊 你啊 不一定要出來 硬要選啊 2008的總統啊 我說啊 民進黨不是省油的燈啊 民進黨 像陳水扁那樣的人啊 不多啊 人家只要找一個跟你形象差不多 學歷差不多 但是本省擠得出來啊 可能你又輸掉了呢 我在跟他講 他跟我怎麼說 他說高中兄啊 2月8發生的時候啊 我都還沒出生 叫我對2月8負責 不公平 我聽了這句話之後 我聽了心冷了一半 我就笑著問他說 英九兄 你從美國拿博士回來 我也是從德國拿博士回來 為什麼你一回來 就可以在總統府當副局長 為什麼 朱高登啊 想在大學教書啊 就說 我思想有問題 安全有固定 不讓我在大學教書啊 不就是因為你是 國民黨的嫡系嗎 你既然享有國民黨 給你的這些資產 你就應該對國民黨過去的 對的 這個抽的都要卡起來 這才是有種嘛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在這裡要很沉重的跟大家講 馬英九講這一句話 讓我們年主席啊 蔣介紹說啊 林戰啊 我下個都把他當作公子哥啊 那他去年到大陸的表現啊 太好啦 而且我跟大家講 我聽了各方面的反應 宋楚瑜的表現啊 宋楚瑜就想要一次表現 什麼 人家林戰 問我如雅 林戰之後 宋楚瑜李遙 我請問了一下 大家說林戰好 為什麼 因為有那個李遙出現啊 更發現林戰好 好 如果用理由代表台灣政委不好耶 林戰 非常的烏烏烏呀 欸 拜託啊 林戰這一次 去年去大陸一訪問啊 對兩岸啊 做了很大很大和解的工作 但你馬英九講這一句話下去啊 很多人就問啊 搞什麼呀 搞什麼呀 所以 我這要跟大家講 大家一定要跟馬英九講 要撐住 你馬英九如果再講這樣的話 我們 不是更逃 幹嘛要支持你啊 對不對 所以啊 我在這裡笑著跟大家講 我們要好好放著舊戰 請問啊 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 的現在 我發表了一篇 給李登輝的公開信 天下至廣非藝人所能獨自喔 大家想想看 批評李登輝的人啊 現在批評李登輝的人啊 看到這一篇都應該記得漢言 我那時候我幹嘛去得罪 當今的總統啊 我跟他同樣都是本省級的啊 我幹嘛去得罪他啊 我告訴你 你們今天有會 如果還找得到 把那邊再找出來看看 我就看到說 你李登輝在這種走下去啊 台灣再富有啊 也會被你揮灑一空啊 也開料料啦 我看他們完了 大家想想看 我那一篇是在1993年 一月十六號發表的 到現在十三年 台灣經濟有進步嗎 沒有 原地踏步走 原地踏步走 我們的國民聯金守得 是在一萬一到一萬四中間 徘徊 但是呢 貧富差距啊 嚴重的拉大 本來那個分成 各五分之一來算 不到 差不多五倍 現在都拉到十二倍啦 這意味著什麼 窮者越窮 富者越富 因為大家更恨李登輝 大家聽到沒有 當李登輝跟宋楚瑜對幹的時候啊 原來最討厭宋楚瑜的人 都忍著悲痛支持宋楚瑜啊 對不對這樣 那我說啊 我說在座的朋友 我估計大概心情跟我都一樣 票投給泛藍 明明知道泛藍 扶不起的阿斗 中共也沒有違反憲法的特權啊 你這都已經這樣講了 以前你要是說在以前 還有到底黨大法大的問題 現在已經這個已經不是問題了 當然法比黨大 法比黨大 黨是誰哪個大 你黨如果覺得法應該要改 你就透過你 你中共中央 是把政治局常委會裡面去改嘛 但是呢 我說只要兩岸關係穩定 還是有問題嗎 我在這邊要問大家 你要有中共 我講到這個我就難過啊 這個前陣子兩個禮拜前 不是報紙報了嗎 中科院啊 有一百多位啊 專家 不是被韓國請到那邊去搞K1 研究他們的韓國的戰績 就被大陸那邊爭取過去了 我在這邊問大家嘛 全世界哪裡有一個國家 主要的武器都跟人家買 我跟大家講啊 一講出來你們會很難過的 我隨便舉幾個 我了解的給大家聽 比如說 我們政府啊 曾經向德國買掃雷劍 那個通俗的話叫企鵝 其實掃雷就可以不雷 那時候啊 是用那個 透過中油公司說 哎呀我那個石油炭開 所以需要有掃雷劍 跟德國一買買了四艘 買了四艘 買了四艘因為台灣 你知道 怎麼樣你知道嗎 是用一艘能動 幹嘛 因為一艘在動的時候啊 零件出問題啊 他就要抓另外一艘的來補 我也不可能讓你獨立吧 先我們先這樣講 我是絕對不贊成獨立的啦 我明明是中國人 我幹嘛那麼要去當台灣人啊 我也不只是台灣人而已 我更是中國人啊 對不對 那我現在問你嘛 就算 問台獨分子嘛 就算你打贏啊 中國可能承認你獨立嗎 什麼叫打贏 我們打贏不可能佔領北京嘛 只是說我台灣沒有被佔領就叫打贏啦 那三五年後再來一次嘛 這三五年後再來一次嘛 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很難過啊 民進黨剛剛成立的時候 我就確定他們不要打台獨 他說我們要成立台灣人民反抗軍 對抗中共人民解放軍 我就有種出來 我馬上把你送過去 都在講 功效威啦 所以我在這要跟大家講 我們 我在這要問大家吧 我們過去反對著共產黨還存在嗎 這個大家要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過去反對著共產黨還存在嗎 我就這樣問嘛 比如說 在大陸 反右 我們這樣轉 就從1955年開始吧 從浮峰反黨世界 浮峰可能現在都要翻案了 浮峰然後高陽世界 之後反右 我問大家 朱鎔基也是在那時候反右的時候 被掃進黑道啊 22年啊 欸 那個 當年我們所反的那個共 被那時候的共產黨 打成大用壞的朱鎔基 都當過國家領導人啊 我們如果反對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那個共產黨 就不一定要反對現在啟用它這個共產黨嘛 而且朱鎔基那個人大家也知道 他很有個性啊 他不是這個共產黨妥協啊 他說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要問大家 要回到基本面 要回到基本面 那我在這就要告訴大家 事實上 馬英九現在變成是很多人的期待 但是馬英九大家了解多少 大家能夠跟他提出一點要求吧 不是說 他一來摔哥 我說我又不是在選什麼電影明星啊 我們要選一個政治領袖耶 對不對 我在這問大家 有時候我對馬英九是很有意見的 比如說馬英九 鬥不鬥就講 六四還沒平凡 我就不跟你談和平同意 你馬英九了解六四多少啊 對不對 你不要再亂講話嘛 我在這問你啊 我在這要講 你馬英九對中共為什麼要那麼硬 對台獨為什麼那麼亂 但只有一個解釋嘛 因為中共沒有票啊 中共不能讓你當台灣總統啊 嗯 台獨有票啊 憑著我的這個長相 多少給你拐 拐拐一點啊 對理好講這句話也沒道理啊 所以 馬英九跟陳水扁很像 一個是阿扁是壞的馬英九 馬英九是好的陳水扁很像 然後在台灣要選總統就要這樣啦 是不是 我在這就要跟大家講 最後 我就告訴大家 我今天剛剛回來 從金門 搭計程車 然後搭計程車來的時候 通通都在問費筒 他一講 我說好 趕快費 不要只會掉一沒有 赤部也都廢掉 趕快宣布台灣奴隸 你阿扁有種你就這樣 他就跟我說 主委 阿扁是搞真的還是搞假的 我說 不管他搞真的也好 搞假的也好 就是可惡嘛 搞真的就不夠我們屬活嘛 搞假的就是為了要 讓他還不要剖假 搞 但是把整個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福祉 做犧牲品嘛 所以不管他是搞真的搞假的 最可惡就是陳水扁嘛 你們說對不對啊 所以 我們回覆再問他是真的假的 有種你就搞嘛 長多不如短痛嘛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感慨嘛 我很難過勒 我在這跟你們講一些內心話 去年有一個老先生很支持我 我家鄉人都快九十歲了 他跟我講一句話 你們印證看看 他說主委員阿 我的老朋友阿 如果是在民國76年到82年 這六七年過世的 基本上都是寒笑歸途啦 如果八十二年以後才死的 都是懷著憂傷離開人間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一講我恍然大悟 他為什麼八十二年分界一樣啊 民國七十六年到八十二年 七十六年七月份解除戒嚴 台灣社會空前的自由 然後那時候股票也不錯 房地產也可以 大家急巴巴呀 所以都含笑歸途 因為他討厭國民啊 這也太清楚了 我舉個例給大家聽啊 我有個朋友 我剛剛當選立委的時候 我一輩子第一次收到大筆捐款 就這個朋友姓歐 那時候我才剛剛到云嘉蘭去學 我默默無名啊 有一天他帶著他的太太大福翩翩 說朱博士我們家想捐個二十萬塊給你 我說二十萬那不得了啊 我就跟他講說你千萬不要這樣 你也許看錯人了 他說不我們已經跟你十幾場了 因為我跟他拒絕啊 他反而捐我六十萬你知道吧 好我當選了之後 我到台南就住他家 他就跟我講說 我想捐個一千萬給民進黨 我說你稍等一等看看 民進黨不是那麼簡單的 好我在這告訴大家 台灣同胞過去為什麼會支持民進黨 因為國民黨的表現讓人家太失望了 激在心中的怨太久了 所以說他才支持民進黨 好現在為什麼大家 又不要民進黨要支持國民黨啊 你都放棄民進黨啊 可惡 你以前批評國民黨貪污腐敗 是靠批評國民黨貪污腐敗 民進黨才執政的喔 誰知道他執政之後說 國民黨貪污五十多年 我們才幾年會 哎呀你 這都正常的啊 你知道吧 所以為什麼他們可以貪 我們不能貪呢 我告訴大家 現在很多人又轉回了 支持國民黨 並不是一個國民黨變好啦 馬英九那一天 十二月三號都是講真話 所以只能高興一個晚上 因為並不是國民黨表現好啊 實在是民進黨 把自己給渣慢的嘛 你們說對不對啊 也就是說過去 講到民進黨他們五敗 會生會贏 沒有真品失去 為了高潔事件 陳澤蘭 陳敏行那些都曝光 大家才承認這一點嘛 所以我再這樣告訴大家 我們不應該 只為了反對誰 就來支持他的對立面 我覺得台灣社會啊 如果老是在這轉來轉去啊 就算馬英九 如果這樣按照這種支持方式啊 有一點我們要有失望的啦 我們一定要當家做主 包括行 剛才黃志賢講那些話 要形成一個共識 就是你共產黨如果這到台灣來 你就要好好把這些整頓整頓好 把那些非法內斗制 就是老百姓做中下階層的財務啊 分出來給大家 我們就支持你們嘛 你們都對不對啊 所以說的話 我們沒有一個共識 到時候啊 我告訴你們 我也很擔心共產黨 共產黨有時候也很現實呢 一來 只要四大家族願意享有 我就利用四大家族 不能讓共產黨這樣 這樣的話 我們老百姓就遭殃了 我們老百姓 要突出我們的主導的地位 要讓我們的願望 能成為主導國家決策的真正的關鍵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中國